從欺賭南新市場採買完的民眾和機車騎士 就這樣非常自然又方便的 從重慶街走出來或是騎車出來之後 直接跨越光明路到停車場或是離開 但也就是因為這樣 這個路口周邊地帶成了死傷車禍 造勢率相當高的地方 地方民代都很擔心 大家都在想辦法要改善 我們都希望這邊有斑馬線 我也希望 你也希望 其實民眾都希望 但是我們還照以安全為好 因為這個有坡度的問題 那我們也 我有騎交通處 還有交通三分組 我們回來一起 最好是用那個 分享港 剛才在費錢的話 我們也討論跟付出的移植 還有我們地方上的意見 這個往往出問題就是這個出口 在出口這個問題 出口都要稱呼我們交通處的主管單位 他是建議說在我們紅綠燈那邊 把他移到那邊 是 我覺得是很正確的 是不是就是做那個 人行道跟紅綠燈 那人行道跟紅綠燈 那時候交通處跟公務處都講說 因為離這個紅綠燈太近了 他是沒有辦法做的 那可是前面那個保山總罪那邊 他其實也是距離很近 他一樣也是有那個紅綠燈跟斑馬線 也因此立法委員林佩祥接獲反映 特地聯合七堵區四位市議員 邀集台鐵以及市政府交通處 公務處區公所和警方等相關單位 辦理現場會刊 尋求改善的方法 包括短期內 先在雙線車道中央設置軟值分向桿 提醒車輛和行人 不要任意跨越車道 長期則是傾停車場 改變車輛的進出口位置 讓要到市場採買的民眾 能夠多利用行人穿越到過馬路等等 那會寬的結論方向 目前第一點就是期待說 我們七堵停車場這邊的出口 能夠往市區這邊再做移動 然後這樣可以保住說 我們的行車動線跟行人動線的安全 第二點也是在這邊要見請交通處 再從這個重置街嘛對不對 這邊是從信 從信跟前面是從 從制 自制 從信街跟自制街中間這麼長的距離之間 找一個地方 能夠讓行人在中間能夠穿越的安全的通道 來避免說行人看到 沒車的時候直接衝出去的狀況 那第三個就是剛剛三分局也好 還有很多小龍隊也好 希望說我們在這邊 能夠盡快設立這個軟室的柵欄 而我們這邊也是會議決議說盡快設立 然後保住我們這邊行車跟行人的安全 由於現在先有警三分局 暫時先在雙向車道中間線上擺上三角錐 提醒駕駛人不能任意回轉進停車場 避免發生車禍意外 但是三角錐萬一倒了 也容易影響機車型的安全 因此將由市政府交通處在最短時間內 先設置軟質分項桿來應急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請問一下